Mocha是由Boris FX 推出,一個可以配合After Effects 一起使用的平面追蹤程式 很多著名的電影或電視劇例如Wonder Woman, The Flash 都有應用得到 Mocha可以透過讀取用家在影片中自定以一個或多個範圍去完成動態追蹤,物件移除,以及鏡頭動態分析等等 有別於After Effects,傳統用點去做Tracking的地方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在這段影片的Description 找到連結,去他們官網下載試用版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今集Mocha的教學 很多時候製作影片的時候,我們都會有一個情況就是需要將一些電腦或電話上的屏幕 支援成自己想播放的內容 如果用Mocha去追蹤畫面的時候,它是非常方便 但是很多時候,因為你的影片裡面的螢幕可能會有反光 或者會有一些動物體而影響追蹤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補救呢 今集我們就會教一下Adjust Track這個功能 大家可以看一次,這個就是經過Adjust Track之後 我們會看到那些格子在電話上現在是黏得很實 我會示範一下給大家看是怎樣做法 我們回到After Effects 首先,點選我們需要做Tracking的Layer Cell phone 然後我們去Effect and Preset這裡 我們找回Mocha Pro 然後我們拉它去我們所需要的Layer 然後我們就按一下Mocha這個帶制 我們就回到Mocha的Interface這裡 我們第一樣要做的就是先看看這段影片的情況 你會看到畫面上曾經經經歷過很多次反光 這件事對Mocha Tracking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首先就要判斷一下 我們做Tracking的時候那個Shape應該怎樣畫法 如果想看關於Tracking基本方面的話 可以看回我上一集的教學 我們現在就準備開始畫Shape 今次這個追蹤我都不打算追蹤得太過精密 因為如果太過精密的話,我們這個教學就沒有東西玩了 首先我們去這裡選擇Add X' to Layer 我們按一按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電話上面畫一個Shape 今次這個我就先插著電話的外邊 然後我就選擇這個有一個加好的Add X' to Layer 然後我們就畫這個十字 或者再加上這個 我們不一定要整個十字括得很漂亮 我們有中間的資訊已經可以了 然後我們把這個Minimum Percentage調到50 再加上這個Perspective 然後我們再加上Surface和Grid 我們按住Z 用Mouse zoom過去 我們先放好Surface 好,大概就是這樣 好,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就可以進行一個Tracking 我們就按這個Track Forward 好,追蹤完畢了 好,追蹤完畢了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結果是怎樣 其實會見到有些位置已經是走了 我們關了Grid 你會見到Service 本來我們是貼著這隻角 它已經走了出來 還有這個位置也歪了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發揮Adjust Track 功能的時候 首先我們記住把這個Playhead拉回去最頭 我拉遠一點 然後我們就跳去Adjust Track 這一頁 大家會見到這裡有很多不同的參數 我會逐樣慢慢告訴大家 首先我們先從這個主畫面開始看 我們按出來Adjust Track 之後 首先我們可以關上Grid 和關上我們剛才Tracking的Shape 我們就會見到 除了Service的藍色框 還有幾個點在 我們拉回去最開始 你會見到它那個點是有一個交叉 就代表它是一個Master Point 它Master Point的意思 就是整個Service的移動 都會以它這四隻角來做一個依據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改變它 譬如我們一開始 我們覺得其實這四隻角 因為是原角 我們可能會比較難追蹤 我們就把它一開始 我們就找一個新的Reference Point 你會見到我拉的時候 會有一個綠色的虛線出現 綠色就代表它這個Search的範圍是非常之好 如果太差的時候 你會見到變成紅色 它會彈回頭 另外還有一種中規中矩的就是黃色 但是我這裡實在找不到 好 OK 我們見到這個Point比較清楚 我們就把它拉來這個Point 放手 我會建議大家 打開這個Show Zoom Windows 一按你會見到 它會告訴你 現在這個Master Frame 放大了之後 十字就是指著那個角位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後這個我們同樣也是 這個也是 好 四隻角都完成了 現在它新的Reference Point 就是這幾個十字裡面的這個內角位 就是由這四個角去拉扯這個Surface的移動 我們就靠它去調整 我們看看下面 首先我們現在因為設定了一個新的Master Point 我們Set Master All 它就會 把它定按了這四點就是新的Master Frame 另外Set Master有什麼用呢 其實不一定四個點一起同一個影格 那裡設定了做Master Frame 譬如我可能這一格 我用這個做Master Frame 但是可能我右下角這個 我想在120這個影格那裡先做Master Frame 我們可以獨立設定它做Set Master 然後這個Next的 其實就只不過 方便你在四個Master Point那裡移動 你會見到這幾個是會跟著跳的 而這四個箭嘴就是直接幫你選擇你想移動哪一個Reference Point 我們現在首先開始第一個步驟 首先我習慣會去Insert Clip這裡 開一個旗盤出來 然後再重新調整一下Surface 那你會見到我那幾個Master Point我會重新調整 去到基本這四個角那裡 因為等下這個十字 和其他十字都會有一些很反光的情況 那我想重新找一個新的點 那我們現在先調整一下Surface 讓我旗盤可以 成在螢幕那裡 好 好 那我想這樣不錯 然後它有些變形後來會 好然後我們重新去定一個Master Point 那我首先看完整條片 最少受反光影響的應該都是 十字的內部這幾個角 然後我們由左上角開始 我們去回第一格 我們將這個Point 或者直接去這個位 這個也是 我們做完四個角 我們多點留意Current Frame 這裏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那個位置 好然後我們重新Set Master All 那它這四個點就會變成Master 然後我們就一路這樣看下去 你會見到它已經慢慢開始走位了 那我們先去最尾那一格 我們逐個點 定回它先 我們去到附近的話 我們可以試試用這個Auto 看看它可不可以自己找得回那隻角 這個也是 是的 好那現在頭尾我們都定好那個位置了 好那現在頭尾我們都定好那個位置了 然後我們慢慢再撿入裡面 我們或者在中間 如果我們有時差一點點 我們可以按這些上下左右去慢慢去微調它 我們一路拉那個 Timeline 就一路看下它那個變化 如果那個位置走了的話 我們就慢慢細心去撿回它 那你會見到這條線是斜有出來的 那就是說 這一點可能還差一點點 但是有時候因為可能我們有一點Motion Blur 所以可能其實我們現在在Current Frame 那裏看到那個十字 其實可能矇了少許 或者差了少許位 我們都因應看回這條線的走向 慢慢調整好它 那之後我就開個快鏡了 那大家不用跟我一起受折磨了 那總之就一路慢慢去撿 總之在Current Frame和Current Frame之間那裏改 那就會最好 千萬不要這個Current Frame改完 下一個Current Frame又改 這樣你會很辛苦 同時效果就會不漂亮 那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之後 似乎就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試一下同樣 insert clip那裏 我們放一個8x8的Grid下去 然後我們play一次看一下結果如何 好了 那見到 我們貼下去的效果不錯了 那另外介紹多一個小小的功能 如果我們其中一點 我們去到某一個位置 來到這裏的時候 我們發覺這一點已經不清楚了 其實我們可以新增一個 新的Reference Point給它 那譬如我們 就按這個New Reference 那你見到它有個墊盤是Forward的 那就是它加完之後 就向前都會以這個新的Point為依據 那這個Backward就反轉了 向後為依據 那我試一下按一次 一按你會見到它多了一個新的點出來 那這一點我已經知道它慢慢會開始蒙了 我就預早將這個新的Reference Point移到這裏 那你就會見到之後下去的片段 它這一點都依然會貼在這個位置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點重新去調整 那完成了所有步驟之後 那我們是時候 export那個Tracking Data 那除了好像我上一集所教 在這個Create Track Data這裏去處理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另一個方法 那我們先進去 那大家會見到 那這裏會有一個Export Tracking Data 那就算Adjust Track那版都有 那我們按一按之後 會彈了一個表出來 那一樣有一個Format After Effects Conor Pin Support Motion Blur 那另外它也有很多其他的選項 包括給其他的Software用的 那我們同樣選這個Conor Pin 我們Copy to clipboard 記住在Copy之前要Save一次 那它那個資料才生效 那我們Copy了它 然後我們就關掉它 那跟著我們新增一張照片 那我先做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只要 按Paste 那剛才的Tracking Data 就會落到這張照片 但是大家會發覺 是完全偏離了的 那因為它讀這個Tracking Data 是需要和你的Copy的Size是一樣的 那所以我們首先 Delete它先 我們重新丟回這張照片下來 那這次我們要先把它Pre-Compose 那Pre-Compose 那就Move All Attributes Into The New Composition OK 那之後我們按進去 按進去這個Copy裡面 你會見到其實這張照片是出了界的 那我們首先要在Transform這裏 把它Fit-to-Comp 那你會見到它變形 但是是填滿了Comp 那我們去回剛才 Cell phone這裏 那你會見到它蓋在一個面那裏 就是這樣 如果這個時候 我們才Paste那個Tracking Data 下去你就會見到 Bum 它就會很漂亮這樣 放在電話上面 那我們看一次 那之後我們只要穿這個Motion Blur 那它就會更加象徵 那這裏會見到浮起了一點點 因爲我這個電話本身是曲面 那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其實在 遲些有一個叫做Insert Clip 我們看一看 Insert這裏 其實是有得去處理這個問題的 我們只需要用 Warp這裏 就可以慢慢去 調整它曲面這個效果 那這個呢 我們留回到Insert這個課題 我們先再講 那至於去到這裏 那我們見到手指會被它遮住了 那其實我們做一個很簡單的Roto就可以了 那我把最底的Self Phone Copy一個出來 然後我們調整它透明一點點 我們看看大概哪個手指開始遮住了 這個位置開始遮住了 那我們把這段片 Kä剩lig一點點 還有看看去到哪裏 它就沒有再遮住了 然後我們ijd這麼 verified 那我AM就能夠像是有 precautions 我們改定 posted 然後這一次我們再用一個X pattern 我們這個 Tracking可以透進去 openness 我們把 psycho 拉回去最头先 然后我们 用X' 我们画了手指头 因为其实遮到的地方只是这么多 我们只需要这一部分 画得仔细一点 那就OK了 然后我们试试 track一次 我们不需要有 perspective 它有点移位的那些 我们修正它 效果不错了 我们save一次 删除它 然后我们在mocha 打开mat viewmat 然后我们看到是刚才手指的形状 我们删除它 我们按一按 visible layer 我们本身着眼 那就选Layer 3 然后create mask 记住我们要去回这个 的第一格 我们刚才做这段片第一格在这里 如果不是呢 它的mask会走了 那我们create mask 好 那你就会见到 它已经插起了手指 那我们独立看一次 它真的只有手指 那之后我们可以同样 在feather那里 或者给个2 那之后我们看一下效果 那你就会见到 那手指已经遮住了 屏幕了 好了 那最后呢 想提提大家一样东西 那我们进去mocha 那你会见到 其实四个角呢 它们都有属于自己的移动过的keyframe 那我们看一下右下角呢 这里有两个keyframe 在这里 但是左下角是没有的 因为它们这四个角的keyframe 是独立去计的 那但是当你发觉 如果你做完adjust track之后 那些keyframe是太多呢 那其实我会建议你不如重新画那个shape 然后重新再track一次 希望有一个更加好的效果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每一个keyframe 就代表你移动过那个reference point 那如果你移动得太密的时候 其实出来的效果 你会见到一些很轻微的跳动 因为你每个reference point 你都很难肯定 你的手是可以完完全全 移动回去 譬如我这个角落的尖 那里 那所以越密的时候 那个跳动会越明显 那但是如果你发觉 我track完加上adjust track的效果 那个surface都是贴不住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还有最后一步 我们去track这一版 有一个叫menu track 你会见到里面满了keyframe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其实这里正正就是给你逐个frame 去改变这个surface的形状 你会见到 我是可以逐格去改的 那但是呢 这个呢 我就建议不去到最后一步 都不要做了 因为会是极之痛苦的事 尽量试一下习惯一下 怎样样去用shape 和adjust track 去做一个最漂亮的tracking 就最实际了 好 来到这里呢 我想大家都累了 那今次的教学呢 也都到此为止 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希望可以like我的fan page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那我最近还开了instagram 那也都希望大家可以 把我这条片分享出去 那多谢大家 我们下一堂会介绍insert这个功能 那我们下一堂再见了 拜拜 greatly 谢谢 总 看看 喜来 慢慢 etto Hands 你们 详 你们 大家